大家好 我是洪淑芬 在这一集Look Taiwan节目当中 我们来到位在嘉义竹崎乡的紫云社区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位在高山上 但是仍然难逃巴巴风灾的威胁 当时紧邻浊水溪旁的过溪公园 遭到了恶水淹没 农委会水保局在整个社区营造的过程当中 提供了协助 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中 这里的居民相当的积极 配合政府进行重建的工作 让工程顺利的完成 让人很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区呢 世代生活在农村里的紫云居民 看似远离发展快速的都市 步调缓慢 但其实他们在为社区营造发展的路上 很有自己的想法 在民国84年时成立的社区发展协会 为这个充满古早农村文化的地方 燃起营造发展的开端 紫云社区保留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特色建筑 也在水宝局的相关政府单位的协助之下 新建的生态池塘 不仅仅仅仅是保存原有的特色 还要发扬在地精神 让农村文化延续下去 进嘉义县竹其乡内的紫云社区 看到这里的建筑 有岁月写下的痕迹 仿佛像是在说故事般 倒出早期农业社会的样貌 跟着前任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林青中的脚步 我们走进橄榄角聚落 他迫不及待 手舞足道地对着镜头 介绍起在我们眼里 看来很陌生的农耕用具 这最早期的我们地切的东西 所以这个切的就用这个麻布 这个折起来 这有一个本机 做我们在折切的 这都是脏机都是很环保的 没有塑膠的东西 他是这栋土脚错的主人 住在这个聚落九十个年头 和这已经变成仓库的土脚错 生活了一辈子 他不知道 这个对他再熟悉不过的建筑 已经变成我们眼中很珍贵的历史文物 有 这间几年了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那以前是在做什么 蛤 以前 以前他都在做什么 以前 以前就在外国的 那从你们爸爸那时候就有了 以前就有岐渠了 传到现在就对了 对 现在就没有岐渠了 没有岐渠了 没有岐渠了 有岐渠都没有在游泳 离开土脚错 在不远处有好几座古仓 居民自豪的说 这古仓历史久远 还经历过八八风灾 外表斑驳却仍旧屹立不摇 古早时的我们生活往事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都会住现在新的现代式的楼子 这都会惆态着 惆态着后来还会回忆 我离开土的东西来不及了 所以因此就是说 在社区发展协议里面 就要发起鼓励大家 保留这些文化 鲜民离开土的东西 让大家有一个构期 大家记忆和回忆 后来看到这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想到 我们的苦苦的困难 的生活的方式 成仙也没忘了要起后 民国八十四年 紫云社区发展协会正式成立 为这个充满早期农村文化的 纯樸社区 种下社区营造与发展的种子 社区发展协议 就是为这个社区 来找发展 来找寻根 要怎么把这个地方建设 让我们这个居民 愿意留在这里 让外国的筑地 还回来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给我们一个出发展 社区内的日月祠堂 是农委会水保局 协助建设的 对居民来说 特别有感情 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天然的 我们这个景点 和优势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为我们最基本的 生活的方式来找一个 要怎么突然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曲窗 就是在民国差不多 九十五年的时候 水保局帮我们 我们有发现说这个 生态有必要去维护 提出计划 水保局认为我们 因为说我们已经有艺术到农村再生 这个社区发展很重要 这个水土保存 益房水患 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只要我们的计划 合理 对地方有益 水保局都会很典益的相助 在发展协会的带领之下 这种子渐渐发芽 居民们对社区营造 也开始有了想法 我们在一直在做的过程中 都有发现说 这个农村再生 是一个对我们最直接帮助的 因为农村再生的精神 就是由下偶上 计划导向 软硬尖尸 这三项 这三项的话就是 我们地方的人 因为我们有需要什么反应出来 需要什么赠塑 大家都把他 整个计划都很完整的蓝图 把他做出来 设计出来之后 就让他向民政的人 去申请公关 需要这些东西 能够参与 能够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议员 对这个淳朴社区里的 平凡老百姓来说 是一份荣耀 也是一份成就 这取消良品 是主营社区 第一个成造的景观系统 这个建设影响我们很大的 除了影响这个地方 大树维的这个兴衰之外 也因为有这一个系统 他们提供出来 所以后面我们在营造的时候 那些营造 要用的使用的土地 都马上就提供出来 所以培根计划真的很高兴 包括我们每天 我们整个课程都上到十点 那我们的阿伯都八十几岁 他还是很乐意来 你没有救到他 他就很不高兴了 这种课 我是说这个水保局做这种培根的 能够会做这种培根计划好了 真的很多的实在地方 包括我是觉得 观念大家都有在变 都有在变 让社区要好 大家一定要忽畜自己 你困心 你社区才会好 这个社区很不一样 没有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 没有名气响叮当的名产水果 但是最有价值的是这里的居民 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少 都在为了社区发展 而付出的那些汗水 和那颗积极的心 紫云社区有11个聚落组成 八年多前 居民利用坑口聚落内 一块荒废已久的土地 重新的整理之后 成为了社区内第一座的公园 居民享受美景的同时 也感受到社区里面 需要更多绿美化的环境 于是大家集思广益 在不同的角落行进公园 渐渐的绿地占据了村子 许多的角落 只是世事难料 在新建社区内 占地最大的过系公园时 才落成没多久 就遇上了莫拉克台风 整座公园遭到土石侵袭 但是居民不气馁 甚至自愿投入重建的工作 连80岁的老婆婆 也自愿参加培根计划的课程 现在一起来看看 这个两年前 曾经被黄土遮住样貌的 过系公园 是否恢复了它美丽的容颜 到还没踏进坑口公园 就闻到振振熟悉的香气 抬头一看 黄晨晨的杨桃已经成熟 肖瑞晨曾经是学校老师 后来担任过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但是村民们还是习惯叫他肖老师 社区开始踏上营造发展之路 就是从他担任理事长那时 开始砸下根基 我们的团队 我们这里的港部 英安市都来这里 我叫他世界 终于完成了 统一十五千岁 你怎么说一句话的东西 我就想到最重要的 就说你放这里 第一对我们的环境 我不是开始买的 我说你放在这里 你刚才买的就买在这里 对于我说你这个 这个在这里 漂亮将来改变 环境改变你就看得到 根口公园占地不大 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走完 但是却带给居民们很大的改变 有些人不看好座 对对对 到后来公园做好之后 这些可能不看好座 他们有什么话 那座起来的时候 我妈妈这样子 跟英安市都没错了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到这里每个月 每个月就那里 不用看一看月 两个地方 老师 我们那里来做好 天口公园的诞生 让居民亲自感受到 何谓绿美化 而不是三个陌生的字 夏日的午后 时常伴着雨水 社区干部带着我们 走到不远的关西花廊 拱形的花架爬满绿色植物 除了美化之外 关西花廊还可以为民众挡雨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 庄民就是 我们社会的一个美丽化工程 或是属于我们社区的一种营造 占据所在的 有我们一些多人就会 可以来这里 把我们到整理环境 社区的二天 大家重够来参加 这样对我们社区的老人 或是一些需要运动的人 都可以来这里参加 来这里坐地 不是这里不来这里坐地 坐着这个 你这边来这里 还没来这里 你去哪里走 走三年 有了小型公园点缀环境 居民开始计划 在过西聚落盖的面积更大 可以运动油气的绿地 而这个想法也获得 农委会水宝局的支持 在民国97年底 协助当地居民 新建了这一座过西公园 15年以后 六星计划开始 就是整个水宝局的业务 不是只有三区 它整个就是 归都是土地的农村社区 好多属于水宝局 该负责协助的范围 96年来到我们社区的时候 跟他们理事长他们接触 理事长说 他们这个地方刚刚在河滨 而且这个地很大 那时候是杂草重生 而且这个是建地 建地 他们这个整个社区的人 在这里都没有一个 好像活动的一个场地 所以他们希望把这块地 尖出来 作为一个社区 一个活动的一个老人 休憩的一个公园 所以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信息 我们就是尽量来珍惜 后来是把它列入 97年度来办理施工 98年8月 一场风灾 让过系公园盎然的姿态 顿时埋藏在黄渡底下 那天的晚上 大水 大发的水量 接近了那个桥面 真的很大 我来看的时候 看这一片都没有了 只剩下两点的屋顶 看得见 那时候隔天早上起来看 完蛋了 整个都毁掉了 真的真的以为说 这里没办法复现 那所以过来一看 全部都是泥泥 堆了差不多两三尺 就像只有那个凉亭 盖子还在那里 真的看到 一下子我们的成果 一下子就毁灭掉 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在很不好 就这样 还不 不是只有我 整个社区 那时候好像类似就是第七大一样 不时淹没公园 但没有淹没子云村民 想重建的期盼 他们主动投入附建工作 当水宝局得知消息 也立刻来到子云社区 看居民携手 用最快的速度 将蒙上吐沙的过溪公园 恢复它过去美丽的风景 他说 看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屋顶 什么都没有了 堤防这边也溃堤了 都没有了 还还还好 他们都愿意来帮我们这个地方 第五核专局愿意帮我们 做堤防的修复 之后水宝局就进来 把他做 做附建 而且社区都也很主动 在跟我们配合 大家都很积极 来沟通一下 怎么来恢复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也厂商 大家来配合之下 很快的我们在 99年的6月 就已经把它固件完成 给社区 恢复给社区一个快乐 活动 一个油气的设施 一个固件这样 采访这一天 正好是八八风灾 戒满两年的日子 天空晴朗 浊水溪旁的树 虽然还没有任何一棵 可以遮阳 但是村民很肯定地说 这树很快就会成印 我们做这个社区 你跟养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你不能再想去做 你也想不想别说 你要养的我就会怎么 无论无论的事情 你如果这样做出去就不懂 所以应该 不管如何 你要实际 竟然想办法